好,那么我们继续,今天是启蒙这个时代的第二讲 那么从今天开始,我要讲这个叫思想启蒙运动 也就是讲,这里有个介绍,约1700年到1800年 一场主要以法国为首吧 以法国思想家为其首的一场影响广泛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 那么各种不同的学者对启蒙运动的时间和分歧的观点不尽相同 那么我这里基本上就定在1700年到1800年左右 基本上包含了,从1789年开始是法国大革命了 基本上包含了法国大革命的这个刚开始的一段时间 好,启蒙这个词啊,我觉得中文翻译可能不是很恰当 因为中文启蒙啊,小孩子刚学习叫启蒙教育 所以这个好像,实际上对启蒙运动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运动嘛 所以中文翻译成启蒙有点怪 那么这个词呢,在英语里面是这么写的 在法语里面是这么写的 它的原因呢,是见到光明 那么意思呢,就是人类从黑暗时代进入了一个光明的时代 那么这句话出自哪里呢 出自一个康德的一篇什么文章 康德也是启蒙运动时代的人 他说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光明的时代 那么这个光明的时代,法语是这样,英语是这样 那么就,我们中文不知道为什么把它翻译成启蒙运动 如果直接看这个单词本身是启蒙运动的 就是启蒙的意思 所以实际上,与其说启蒙运动啊 应该叫光明运动 可能更合适一点,对吧 好,那么,启蒙运动是 以法国思想家为起手的一场影响广泛的一个思想文化运动 那么他强调的是理性,强调的知识,强调天赋人权,强调人人平等 那么也构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 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很多很多 各种各样的思想家 很多人都在构想我们未来的社会会怎么样 有些人说,这没有两个思想家的思想是一致的 互相之间还有争吵 但是最大的一个特点,他们都有什么共同点呢 比如说理性 我们要通过理性,不是通过我们这个国家的 举个例子来说吧 我们动不动,我们今天动不动讲啊 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 那个时代人,法国人不会讲我们法国的国情就是这样 不是的,我们要从几何定律出发 我们要从宇宙的基本原理出发 推翻法国的国情 把我们法国变成一个崭新的国家 当时人大概是这样一种思想 我举例来说啊 天赋人权人人平等 这些东西如果你从哲学角度上来说 你是严格的可以推导出这些东西来 他们都要构想一个理想社会的那批人 那么这是一个特点 那么我把整个喜门思想运动 我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这是我的观点啊 有些人的观点可能也跟我比较接近 那这是我的观点 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主要的代表人物是 门德斯丘娃和狄德罗这批人 那么他们呢是继承了上层笛卡尔牛洞的科学革命 反思整个人类历史 他们要整理全部的知识 理性的思考各种社会问题 这是这批人的特点 比较理性的 比较优雅的 第二批人呢 年龄上福尔泰、卢梭其实跟狄德罗 福尔泰年龄比狄德罗还大啊 第二批 第二个阶段是福尔泰、卢梭这批人 那么他们开始批评时政 他们要构想一个未来的社会 像卢梭这样的人写一本书 从零开始 一个人圈起一块地 说我要成为统治者 怎么样从这一步出发 变成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了 他要研究这样一个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 这些人的文学水平太高了 我觉得啊 像狄德罗啊、福尔泰、卢梭啊 与其说是哲学家 不如说是文学家 特别是卢梭那支笔 写出来的文章 今天你们去看卢梭的书 很多人都看得很激动 我都不敢 跑在马路上那些书 你不敢念出来 建成马上被警察查进去 人生来就是自由而且平等的 这卢梭的书往往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写的 大家可能看过卢梭那些书 他们使用高超的文学进行宣传创作 由于卢梭普尔泰的这些工作呢 启蒙运动深入人心 在欧洲啊 上至王公贵族 下至平民百姓 都以自由、人权为口号 以至于成为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精神武器 那么到什么程度呢 你说国王、法国国王 你看法国大革命之前 前面几十年 法国国王跟法国的最高法院吵起来了 你看他们怎么吵的 国王跟最高法院吵 最高法院也拿着这个 我要讲人权、我自由 你国王不给我自由、不给我人权 是吧 国王怎么说最高法院的 你们不给人民自由 我国王代表了人民的自由 代表了人权 他们已经完全就是被这个话语前 完全被启蒙运动家所控制了 你看看当时这个法国是这样 你看那个普鲁士、俄罗斯 虽然是俄罗斯比较落后的国家 但是人人都以能够跟福尔泰那些王公贵族吧 能够跟福尔泰写一封信 福尔泰回信了 他就把那封信捧起了 哎呀福尔泰给我回信了 对吧 像卢梭和福尔泰都纷纷被欧洲的很多小国请去编撰他们的宪法 都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 那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代 这个欧洲社会能够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是跟科学革命有关系 欧洲社会是经历了一场大的科学革命以后 之前科学革命要开始进入社会的各个领域了 这样的人自然再加上他们的文学素养 文学的水平写出来的书这么得人心 自然而然能够让这场思想运动非常深入人心 对吧 第三阶段 那么有个代表人物就是孔多赛 那么我以后会介绍的 这时候法国大革命已经爆发了 政治风云激烈变化 本来是以思想启蒙运动 以讲究人权 讲究理性 讲究自由的这场革命运动 最后变成了一场血腥的一场大革命 对吧 那么孔多赛是最后一代百科全数派的人物 就是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当年编撰百科全数的只剩下孔多赛一个人 他年纪比较轻 他是活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代 杰伦特派的那个法国大革命有一段时间 不是杰伦特派的掌权民 杰伦特派的那部宪法是孔多赛编撰的 最后孔多赛死在了罗伯斯特派的道下 对吧 这个事情 而且孔多赛死得很有尊严 我以后可以介绍这段历史啊 好吧 好 那么大致分之三个阶段 那么我把这段时间的主要启蒙运动 主要事情的时间表给大家介绍一下 可以给大家有个纵向的一个比较吧 就是可以看出那段时间里面 我提到的这些书啊 都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这每一本书都是华时代的震撼人心的 今天看起来都是很有意义的 里面的大部分书 我当然不一定仔细看过 很多数我大致是 我要么有这本书 我要么大致看过这本书 对吧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比较早的1721年 这个孟德斯就发表了他的作作《波斯人性诈》 这个等会我会继续的 我会介绍的 1727年是牛顿去世 1733年代福尔泰发表了《哲学通讯》 是因为福尔泰逃到英国去了嘛 1734年 曼德斯就发表了他的一部著名的作作 《罗马圣山原因论》 那么我这里缩近一格的代表 不能算思想启蒙运动 但是是那个时代比较重要的事情 是1735年林奈发表了他的那本书叫《自然系统》 今天的整个动物学植物学的一个大的框架 是建立在他这本书里面的 1738年福尔泰从英国回来了 他写了《牛顿哲学原理》 是强调理性科学 1740年 那么我为什么这括号是英国的 就是如果是法国的我就不打括号了 因为洗蒙运动思想家都在主要在法国嘛 英国的秀莫 他写了他的比较重要的哲学著作叫《人性论》 其实修莫虽然是英国人 但是他这个书是在法国写的 他完全也是受那帮 他生活在那帮启蒙运动思想在那圈子里 1748年 孟德斯就发表了这个极其重要的著作叫《论法》的精神 1751年狄德罗 应该还有达朗贝尔他们出版了百科全书的第一卷 然后花了二十几年时间 狄德罗把百科全书全部出奇 今天我会介绍这些事情 1751年 福尔泰写了这本书叫《路易十四的时代》 1754年到1763年是七年战争 我已经介绍过 1755年 卢梭的重要著作 写错别字了不好意思 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及其基础 同一年德国的康德写了《自然通识》和《天体理论》 给大家说一下康德这个人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个大哲学家 如果你只看到这一年康德的成就 你会发现他完全就是个数学家天文学家 这本书很重要 这本书我以后介绍康德的时候 这本书在天文学史上也有很大的意义 改变了很多牛顿的这个一些 不是说错误吧 改变了牛顿的天文学理论的很多东西 《星云起源》假说就是从这本书里出来的 牛顿 我稍微介绍一下啊 牛顿这个整个理论完成以后 上帝的第一次推动 让所有的星体都运行在他的固定的轨道上 康德提出了另外一个就是《星云起源卡说》 因为他观测到天上有很多星云 他认为那些星云是细小的颗粒 那些颗粒是空气 那些东西由于万一引力的影响 他通过数学方法能够证明 那些东西会越来越凝聚到一起 最后形成了一个太阳或者周围有行星的这样一个系统 康德通过数学方法证明了这些东西 《星云起源》理论这是康德提出来的 当然现在说还有一个人跟康德差不多时间提出来的 大家可能也听 理工科的人可能知道那个名字 所以现在管那个理论叫拉普拉斯康德理论 那么这就改变了这个以前牛洞那个时代 什么上帝第一推动 构造出了什么地球啊什么月球 都非常和谐地运行在轨道上这个说法 1758年奎奈发表了经济表 奎奈是众农学派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经济理论 1761年卢梭发表了长篇 也不是长篇小说吧 一部小说叫《新阿勒伊斯》 我以前介绍中世纪的时候 介绍埃罗伊斯的时候介绍过 《新阿勒伊斯》 1762年卢梭发表了他的《社会七约论》和《艾米尔》这两部著作 哎呀这个《社会七约论》这本书是 是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的圣经啊 如果你看那个美国宪法和法国宪法 不是说卓智卓矩吧 基本上就是从这本书里面占一段人 生来自由而且平等写一段翻译 人应该有什么权利 这个国家是什么东西 怎么样社会契约嘛 简单说来就是为什么会有政府 为什么会有国家 是我们人的一个契约 自由人我们度让一部分权利给国家 组成了一个基本理论是这个理论 《艾米尔》这本书 哎呀现在在中国可是每个父母都应该去看一看 我觉得讲怎么教育的 人生来就是本性都是好的 都是被你们给教育坏的 卢瑟这样认为的啊 所以《艾米尔》这本书出来以后 在《艾米尔》这本书出来以前 欧洲的所有的教育都是认为 就是管好孩子管好孩子 教育好孩子把知识灌输给孩子 教育他各种礼仪各种做人的方法 《艾米尔》这本书出来以后 欧洲整个教育界的思想改了 什么意思 充分发挥人的天性 教育的目的是发掘出人的潜力 发掘出人的天性 这也是从 所以我讲这个《启蒙》时代这些思想啊 你们真的今天去看看啊 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也很感动 这个卢梭、弗尔泰这些人怎么能够 一下子在这些年里面产生这么多思想 1762年修末完成了他的这部史学名作 叫《大不列电史、英国历史》 好 下面 1764年这个意大利的贝卡利亚 这人也在法国其实 写了一本书叫《论犯罪于刑法》 这是法学史上一个标志性的著作 他里面论证了酷刑是没有意义的 打人、逼供 既违背了天伦、违背了上帝意志 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死刑也没有实际意义 他论证了 死刑并不能震慑罪犯 这本书在当时影响极大 美国多少年佛罗伦萨取消了 就17几年的时候我讲过了 佛罗伦萨是世界上第一个取消死刑的城市 也是受这本书的影响 那么这本书直到今天 我们往上去看一些介绍什么 介绍酷刑啊、介绍死刑事 往往第一句话就贝卡利亚在这本书里面曾经说过什么 很多人都会引用他的话 好,1766年到1769年是有一个法国人叫布甘维尔 就是法国的首次环球航行 1768年到1779年我讲过是英国的库克三次远航 这两次航行在太平洋上的航行 带回来大量的太平洋上岛上岛民的生活资料 在欧洲引起了一个巨大的讨论 什么讨论 到底是谁文明 我以前讲过那个塔西提岛吧 塔西提岛人的文明穿的衣服也比较少 劳动工具也不如欧洲发达 但是塔西提岛的生活像天堂一样的美好 在欧洲人看起来 那么到底谁文明呢 塔西提岛这种生活 他们生活文明还是我们法国人这种 人与人之间勾心逗角啊 反正就是他们讲起来啊 当时欧洲反正形成了这么一种讨论 那么这是不干 特别是不干我呀 不干我还是法国人啊 库克三次回去以后写的报告 比较科学比较严肃 不干我还是法国人 写出来的报告是文学性的 让人家看到这个塔西提岛生活也太美好了 人人都向往去塔西提对吧 1770年卢梭发表了《忏悔录》 这本书大家看过没有 反正 哎呀 这里面基本上每一本书 除了这本百科全书 这本书你们看不了 规模太庞大了 而且看了也没有多大意义 因为它是很多东西已经 时代已经发生变化了 它里面讲的知识已经 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 已经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别的书都看过没有各位 建议大家看 年轻的时候看 如果大家有孩子 让他从高中开始 这些书都应该 不是说看懂这些书 至少把目录看一遍 蒙德斯就论法的精神到底讲了什么东西 对吧 《罗马圣裁缘云论》这本书 到底讲了什么东西 《三权分裂》就是这本书里提出来的 好了 1774年 哥德发表了他的小说 《少年维特之烦恼》 同一年 拉瓦西确认并命名了氧气 其实氧气不能算是拉瓦西发现的 在拉瓦西之前已经有人做分离 发现氧气 但是拉瓦西能够把这些实验 变成一套完整的理论 并且证明了燃烧和呼吸 包括铁生锈是一回事情 而且他知道大气中 空气当中存在五分之一的气是氧气 另外一种气叫氮气 都是他这个 到1783年他发现水是氢和氧的化合物 其实最早也不是他发现的 是英国的卡文迪许 学理工科应该知道这个名字 卡文迪许已经发现了 已经分离出氢和氧两组气体 并且通过实验把这两种气体 又让它们燃烧以后呢 氢可以燃烧以后 形成了水珠 对吧 卡文迪许已经发现了 拉瓦西明确的把这件事情明确了下来 氢和氧都是拉瓦西命名的 我看一本书介绍这段时间化学 拉瓦西在这个化学上的地位 基本上就是牛顿在物理学里的地位 拉瓦西以前的化学啊 跟巫术跟链接的还差不多 还是古代的东西 从拉瓦西以后 你们现在学的化学就是拉瓦西开始的 应该这样说 有一本书赞赏拉瓦西 说这十年里面 仅仅用了十年 这个地球上最重要的两个元素 跟我们人类最有关系的两个元素 亲和氧都向拉瓦西投降了 这样的描述啊 对吧 好 1776年 一年英国亚当·斯密发表了《古俄复论》 很有名这本书 对吧 一直看不见的手 我们今天都知道 市场经济就这样来的 同一年英国的几本 发表了《罗马帝国率亡史》 这本书是一部比较庞大的历史注重 这本书刚翻译成中文 有一个台湾的一个人翻译的 翻译质量也是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网上有人说那个翻译质量不好 但是也是不错 在大陆里都卖的四大本大概 我是第一时间就买了一套 这样的书家里应该收藏一套 好 《罗马帝国筛王史》这本书是从 它的跨度很大的啊 它是从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大帝迁从君士坦丁堡开始 一直到1453年那个土耳其共产军场 跨度一千多年的历史 不是西罗马帝国最后那几年的历史 所以这本书 而且这本书讲到的 涉及到的东西蒙古人 阿拉伯人 各方面他全都讲到了 只是跟罗马帝国没啥关系的中国人 他没讲到 1781年康德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 这本书是康德思考了几十年 康德一生没干别的 就在想这个问题 思考了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这个哲学观点 就从这本书里面提出来的 这个以后可以说明一下 这本书我年轻的时候可是仔细研读过 1775年到1783年是美国独立战争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 最后可以说是启蒙运动最后一本重要的书是 1794年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 这么一本书 完全是代表启蒙思想的最后的一部著作 可以这样说 那么当然也是极大成的在对整个人类社会影响很大的就是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 拿破仑法典就是说拿破仑做皇帝以后 拿破仑觉得自己就是凯撒查士丁尼啊 武罗马的查士丁尼大帝不是编撰了一部法典吗 他也要编撰一部法典 而且可以说他这部法典确实是查士丁尼大帝以来最晚辈的一部法典 在这之前欧洲很多地方还是在用查士丁尼大帝的那套法典 这样说查士丁基本上决定了这个大陆法系的 我以前讲过啊 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我们中国用的就是大陆法系 用的就是罗马帝国的那套法律啊 中国自己用的不是清朝 明朝清朝的法系,法律体系已经完全不用了 用的是罗马帝国的这套法律体系 我以前介绍过这个事情 好,这就是启蒙运动时间表 大家可以看这一百年里面 欧洲主要是以法国为主 这些人取得了多少伟大的成就 这很重要 就像我以前讲佛罗伦萨 真的一两百年里面 涌现了多少人物 法国也是这样 好了 启蒙思想运动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 主要是科学革命的思想开始深入社会各个领域 达朗贝尔在1759年写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我们的世纪被称为诸位的哲学世纪 新的哲学化方法的发现运用 与各种发现相伴随的那种热情 宇宙奇观在我们身上引起的理念的某种提升 所有这些原因造成了心智的强烈的骚动 就像冲破了堤坝的江河一样 从各个方向蔓延穿透了大自然 这是热情洋溢的一篇文章 对吧 达朗贝尔也首先使用了科学革命一词 他认为之前牛顿 从迪卡尔、加利略、牛顿开始的是一场科学革命 这是达朗贝尔用的这个词 那些人尝试把科学理性的思想应用于各个领域 特别是我觉得以后可以再说明的有很重要一点 就是统计数学和概率论得到了 在那段时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使得把数学理论应用于社会问题成为可能 启蒙运动的很多思想家 幻想使用统计数学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孔多塞啊包括那个内克尔 还有前面那个谁 杜尔哥 中东学派 他们都是希望用数学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社会问题 而且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可以说 甚至于很多是实践工作 因为数学在天文学物理学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果 那么现在又在社会科学领域 社会科学这个词就是孔多塞提出来的 本来就是人文领域就是讲的经济啊或者管理国家这些事情 没有科学跟科学没什么关系的 那么孔多塞第一次提出了这种叫社会科学 以前你们物理学、天文学、数学那叫自然科学 我们现在要把科学引入社会领域 所以这门科学叫做社会科学 那我们今天都讲的叫社会科学 中国还有社会科学院 好的 好 那么也因此产生了宏观经济学 那么宏观这个人呢其实不太有名 叫安托曼·德蒙克·莱田 他也是个法国人 他是1615年出版了一本书叫政治经济论述 这里面第一次使用了一个单词叫政治经济学 其实我如果学过政治学 老师应该讲过政治经济学原意就是宏观经济学 本来的经济学就是我家里赚多少钱 宏观经济学是整个国家 整个经济体系的经济学 好 另外一个 既然数学物理学是从几何公立开始的 从几个最基本的自然定律开始的 那么我们找到跟人有关的基本的自然定律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古希腊斯多哥主义哲学所强调的自然法人权的概念 我讲过的古希腊斯多哥哲学已经提出这个概念了 自然法的概念 他说法有两种 一种叫自然法 一种叫民族法 所有的法律都有两种 自然法什么意思 杀人要藏命 那是自然法 人要生存那是自然的准则 但是你说是16岁才可以结婚 还是18岁才可以结婚 是各个地球上各个不同的民族 各个不同的文化都有所不同 比如说有的民族必须提光头 大家听说中国历史上的西夏国大家都提光头啊 有的民族可能提光头犯法的 这都属于民族法 人的基本权利就是由自然法规定的 那么由于斯多哥主义哲学有自然法这个概念 使得其名运动思想家呢 可以使用类似几何学的方法去构筑社会体系和法律体系 实际上无论是门德斯丘啊 狄德罗啊 卢索啊 福尔泰这些人都在尝试做这么一个工作 从零开始重新构筑一个社会体系 这也是我们看到的 法国大革命时期 人权与公民权的宣言 也就这样来的 这个权力是属于人民的 为什么权力属于人民 我们从这里看出来 对吧 另外一个我这里讲三点 一个是统计数学 一个是宏观经济学产生 一个是人权自然法 还有一个就是自然神论 处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自然神论很简单嘛 所以很多中国人也是不知道这件事 听我讲过以后应该知道 西方人对于神的概念 其实跟我们很多人想象不一样 外有引力对力就是神啊 对吧 我以前讲过 平行永不相交 这就是神啊 神是宇宙的基本法则啊 自然神论在启蒙运动时代 但是在启蒙运动时代 自然神论变成他们一个标准理路了 以至于卢梭是提出 我们不要信仰什么天主教那个上帝 那个上帝有掺杂了太多的人为的因素 我们要信仰我们要崇拜真正的神 所以他说我们不要叫管他叫上帝 我们管他叫最高主宰 所以罗贝斯皮尔最后不是长成以后 在法国举行的什么 崇敬崇拜最高主宰的那个活动嘛 法国大革命以后 罗贝斯皮尔亚革命要掌权以后 把最高主宰的这个变成了法国的神 就是从这里面出来的 真的是一场思想的一个大变革啊 好 今天我要讲的是 我看时间关系啊 我当然也是以人物为主 今天我首先讲蒙德斯就这个人 这个可以说起门运动第一人 他出生在法国西南部城市叫布尔多 他是世西式男爵 所以他是贵族出生的 这人叫没活到法国大革命啊 活到法国大革命 贵族的男爵的基本上也要掉脑袋的对吧 他1708年获得法学硕士行为 成为布尔多高等法院的律师 1761年代成为布尔多科学院院士 1718年成为院长 他1762年他又是布尔多高等法院的庭长 所以他一方面是男爵嘛 一方面是贵族 一方面又当了好多官 又是科学院院长 又是法庭的庭长 反正是工程 年轻的时候就工程名就了吧 1762年的时候 他把那个法国当时可以买官卖官都是合法的 合法的 他把这个庭长这个职位不要了 我做庭长卖掉 获得大笔资金 那么他的家庭交给妻子官 在巴黎以后呢自己开始周游欧洲各地 周游了几年以后呢 1731年呢返回布尔多 此后就一直在布尔多和巴黎两地 1755年在巴黎去世 所以他的人生呢不像后面的卢索弗尔泰啊 这些人是比较复杂 他不复杂 他就是 对吧 就这样一个人生 好 那么曼德斯就是贵族出生 这些人生前就取得了巨大的荣誉和社会地位 那么他是布尔多科学院院长 巴黎科学院院士 伦敦皇家学会院士 柏林科学院院士 他都是 他都是 柏林他去过 他跑到柏林 柏林 普鲁士肯定欢迎他 奉他为 柏林科学院士 他跑到伦敦 伦敦那帮皇家科学院院士在那边欢迎他 哎呀 授予你皇家科学院院什么院士的这个称号 那么他其实书很多很多 他写过很多书啊 自然科学方面 我随便看 就是我们看这个人的知识水平啊 虽然不一定是亚里斯多德百科全数 但是这个人的知识水平还是可以的 相当厉害的 比如说自然科学方面 他有回生的成因 关于这个字怎么念我也不知道 什么寄生和像书上的苔藓以及可食用的植物 这给我打字打错 关于圣线 论重力的原因 论物体透明的原因 论自然史观察 古今地球物理史刚 葡萄栽培问他 他还会农业 辞职的变化 我们在西温空气是否进入学院 论运动 激励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原因等等等等 另外一方面呢他是法学家 他本来就是学法学的嘛 又是律师又是法庭的庭长 所以他有重整国家的方法 论罗马人的宗教政策 论思想体系 论天才的区分 论政治 政治论责任 身亡和名誉 论欧洲统一王国 古罗马的奢侈与古罗马居民的结解 思想的形成一进步 他有这方面的很多很多书 那么在中国呢 目前好像没看到有斯坪诺莎全集出版 其实最重要的是三本书 这个相当有名 建议大家都读一读 最为著名作品是三部 波斯人姓渣 罗马生下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 这三本书我都看过 很骄傲的告诉大家 这三本书我都看过 而且看的都是年轻时候看的 这种书真要趁年轻 年纪以后工作了 工作一忙 哪有时间看这些书 大学时代看最好 1721年他写了一部波斯人姓渣 这是一部书信体小说 虚构了一个波斯人来到法国 把所见所闻写信给波斯的朋友 整个这本书呢 有两条主线 一条是波斯人自己家庭内部的各种事情 另一条是波斯人建造法国的习惯现象 这本书啊 怎么说呢 有点黄色小说的味道 就是说 这个波斯人来到了法国 他一方面 这个信啊 很多信他写给波斯的朋友嘛 他家里出了很多事情 他有一大堆的小老婆 他一走 哎呀这个家里就乱套了 他还有一个太监 专门去管他的那些小老婆 然后这个信里面写 这个女人拿呀 跟那个女人打起来 这个那个怎么 最后他最心爱的那个女人还自杀了 是个悲剧故事 这里面好多乱七八糟 反正就是 好 另一条线索呢 是他已经来到法国了 他说这法国 哎呀这个怎么是这样的 那个是怎么是那样的 这个在我们波斯不可想象的 比如说有个著名的故事吧 哎呀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现在已经八十岁了 他爱上一个 已经七十岁了 他爱上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婆 哈哈哈哈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是 麦德斯就嘲笑那个 嘲讽当时法国国王 对吧 反正他写了很多法国的奇怪 那么 这本主要是一部比较有趣的小说 看起来比较有趣 而且他 他把波斯的生活 和法国的生活 因为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在波斯 他的家庭 还有很多妻妾成群 由太监来管着那些妻妾 那些妻妾 那些妻妾 连家门口都不能出 他跑到法国 马路上这些女人 哎呀挑逗 妓女什么 哎呀他就法国怎么这个样子 他觉得 是吧 完全是两 他用这种书旋庭 给我们非常震撼的对比了两种不同的一个社会环境 当然了 这里面主要的波斯的这些事情 是他虚构穿的 孟德斯就没去过波斯 他只是想象波斯是什么样的 对吧 所以伊朗人看了可能不一定很高兴 波斯也不至于被你们写的这样 但是他这本书呢 最后就是波斯人在骂法国 就波斯来到法国以后 看到你们法国各种各样戏几股关系 法国大街上怎么样 法国人怎么样 法国穿什么 这种衣服怎么能穿 怎么怎么能 对吧 反正这是一部讽刺小说 那么这首1721年还是一个年轻的孟德斯就 所以写出这么一本书来呢 其实是一种批判 我们现在讲是一种批判 1734年孟德斯就可是有很高的这个历史 孟德斯就对罗马史肯定比我精通了 他写了《罗马圣山园愚论》 读此书需要一定的罗马史基础 因为这本书其实很薄 从都到尾 讲了很多事情 如果你们没有一定罗马史基础 都看不懂他在讲什么 他会提到某个皇帝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皇帝怎么样 你们如果没看过 不了解罗马什么 都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时代的事情 归根结底他讲了一句 罗马强势的原因在于各种权力能够受到制衡 罗马栓的原因在于 罗马后期军事强人主宰的一切权力失去的制约 独裁者肆无忌惮地剥夺人民的财富 这是他的关键的核心 这里面最早不是说现在的三权 不是后来的三权分离 他提出罗马强势的原因是因为 元老院人民议会 我不讲过嘛 元老院选举执政官主管对外的事情 人民会议选举保民官主管罗马的内政 人民会议有全体人民选举 元老院是由贵族中间选举出来 由这两个不同的等级不同的阶级行 对整个国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制业机制 这是罗马强势的原因 等到后来苏拉马略独裁者上台 凯撒乌大卫这些人 搞到最后元老院人民会议都没有权力了 权力归到一个叫皇帝的Empere的人手里的时候 权力就失去制衡了 一旦失去制衡了 这个国家就 罗马就开始衰弱了 他是主张这个原因 这个跟我们1734年啊 中国是什么什么 雍正年间吧 就是整个中国思想体系里面认为权力应该集中到皇帝手里 皇权 中国一直这样的 就是王朝的衰弱就代表中央集权的这个瓦解 就是皇权衰弱 王室衰弱 叫周朝的叫王室衰弱 但是西方认为不是这样的 权力就应该分散 权力分散了国家才能强大 权力一集中国家就完蛋了 这是门德斯 门德斯就这样认为的 第三部著作大大的有名 就是1748年他写了一本书叫《论法的精神》 中文也有的 翻译成《上下两者》 看这本书也需要一点历史功底的 我只是大概介绍一下 首先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来形成这么一个国家的政治原因 政体的原因是他提出了地理气候原因论 都是由于地理气候原因造成的 比如说欧洲山比较多 所以欧洲小国多 亚洲呢平原多 所以亚洲都形成了大帝国 法律的原因也是地理气候原因造成的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啊 第二个他说有各种不同的法 自然界有自然界的法 人类社会有人类法 注意他提出这点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自然界的法 牛顿三定律是自然界的法 那么人类社会我们定个什么宪法 定个刑法民法 他怎么把两件事情扯起来呢 讲过这个问题没有 他把这两件事情扯起来了 所以他们才能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人类社会的法 举个例子来说吧 假如说我们看中国古代有一部法律 偷人家钱 偷人家一百两银子打五十鞭子 为什么呢 我们怎么通过自然界 通过自然法 通过人的那些基本准则 自然界的基本准则 人类的基本准则 推导出偷几两银子 盖达五百鞭子 怎么能够推导出来的 如果能够推导出来 你这个法是合理的 否则你这个法就是不合理的 当时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思想啊 所以很多人讲那个希腊的欧基里的几何学啊 意义真的太重大了 我们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真是非常重大 好 然后呢 他分析了他能看到的当时世界各个国家的这个制度 他认为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三种制度 民主制度、君主制度和专制制度 很多中国人是不知道 包括他也 中国其实不是君主制度啊 中国是专制制度 他那时候中国是清朝 清朝刚建立还没多年 也有一百年到乾隆那个 一期 雍正还不知道是不是乾隆 还没到乾隆 雍正那个年代 民主制度它的原则是以道德为原则 君主制度 我们为什么愿意君主统治我们 我们愿意追随这个君主 是因为我们要追随他的荣誉 君主制度的原则是荣誉 看到没有 他这个君主制度 我们想想为什么 在西方人看起来这个是不是有道理 我们讲斯巴达国王 斯巴达的国王是欧洲的君主的楷模 国王就应该像斯巴达的国王 我讲过吗 战争爆发以后 国王是走在第一个的 回来的时候 军队回来的时候 国王就走在最后一个 这才是国王才是君主 中国的皇帝自古以来没有一个皇帝 也没有这种思想 以这种为楷模 门德斯就明确说了 中国的制度 他当时说中国明朝清朝制度 都是专制制度 是以恐惧为原则 之所以服从皇帝的统治 是因为我们害怕 不服从他的统治 我们就没有安全 今天我讲的话 今天再体会一下 我们服从这个统治 是因为我们 哎呀 我们有道德 我们讲究道德 还是因为我们要追求这种荣誉 还是因为我们害怕 我们害怕 有家有小 上一老下有小 不要出点什么事 大家想一想啊 专制度啊 好 当然《论法的精神》这本书 最最重要的是明确的提出了立法、司法和执法三权分立 在他这本书的第二 我打字架上错误 第二卷第十一章第六节里面 门德斯就写下这么一段话 他说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平安的状态 这种心境平安是从人人都认为它本身是安全的这个看法产生的 要享有这种自由就必须建立一种政府 在他统治之下一个公民不惧怕另外一个公民 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人之手 或者同一个机构之中 就不会有自由存在 因为人们会害怕这个国王或者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 并强制制定法律 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 自由同样也就是不复存在了 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合并 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将任人宰割 因为法官就有压制别人的权利 如果同一个人或者有险要人物贵族和平民组成同样的机构 行使以上所说的三种权利 即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 后果不堪设想 孟德斯就在1748年 这应该是中国乾隆年级的 完成了这个 这个这个 然后他是 在他看起来是一场非常严肃的论证 论证这件事情 对吧 好 那么现在回过来看 孟德斯就当时其实他有一个立场的 就是当时啊 法国就是法院跟国王之间 法国的法院和国王之间的矛盾很多 就国王希望法院怎么判 法院不愿意怎么判 经常跟国王吵 其实孟德斯就在帮法院说话 当时 就司法权是独立的 司法不能听 你国王是执法的 司法权是独立的 对吧 一个社会背景啊 晚年的孟德斯就 论法的精神一书对当时来说过于精 孟德斯就不敢在法国 而是在日内瓦 就是瑞士的日内瓦出版了此书 不过仍然对当时的欧洲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迅速出现了大量盗版的情况 一本书是欢迎嘛 主要的反对声音是来自宗教界 不久法国政府把此书列为禁书 但是当时的情况 这种禁书实际却得了更多的出版经书 我们看整个启蒙运动时期 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看就是镇压啊 或者反对出版那些书啊 迫害那些所谓的迫害卢梭 迫害福尔泰啊 或者不让他们出版说 这些声音都是来自宗教界 其实法国政府没有怎么 法国政府只是做个好人 宗教界的人是大主教反对他 那法国政府就查尽了查尽了 其实也没好好尽 说实际上当时这个情况就这样 那么宗教界的人是怎么会站在这种人 你看论法的这本书 从头到尾 上帝有什么意义啊 神有什么意义 本来这个社会的秩序是神规定的 对不对 神没有意义了 社会秩序是地理原因 地理气候造成的 对不对 所以宗教界对这个比较反对 因为法国当时还是个严格的天主教国家 蒙特斯就在欧洲已经被视为第一流的科学家 那么1751年 达朗贝尔·迪多罗等人开始编撰百科全书一出的时候 蒙特斯就受邀专写了一些条目 1753年 蒙特斯就的几位粉丝在伦敦为他制作了浮雕头像 这一面呢是蒙特斯就的像和他的全名 今天大家很多书上看到的蒙特斯就像就这么来的 这人鼻子很高啊 另一面是两个女神 左边的是真理女神 左手是拿着光明 右手拿着这本书叫论法的精神 然后右边是正义女神 一手拿着天平 右下角是法律之间 上面拉丁文写的这就是法律 已经把蒙特斯就提高到这个相当于古代的卢梭啊 这种汉布拉比亚这种地位了 人类的立法者 这本书的影响啊 但是也有人批评 这个福尔泰就批评这本书 说论法的精神这本书 其实是个大杂会 乱写一通 思想不是很 思路也不是很结极 福尔泰这样批评的啊 但我们当然个人 我余雷这个水平 看这本书是不是粗略看一遍 大致了解它的内容 我余雷就出于这个水平 我还没有资格去评判或者批评这本书 那么今天的第二个内容 讲这个狄多罗和百科全书 你说我刚才讲的启明运动三个阶段嘛 今天是第一阶段 就是蒙德斯和狄多罗这个阶段 先讲百科全书的历史 那么古代各个文兵都曾经有过整理全部知识 和某个领域全部知识的数据 我之前介绍过 半战丁帝国十世纪的时候 有一本书叫苏大词书 就具有百科全书的一个特点了 那么后来我又发现了这个 后来我才学习到 我的知识也在不断的这个进步啊 十二世纪我讲过 欧洲有个十二世纪有个复兴时期 对吧 法国有一本书叫《大宝剑》 规模相当庞大 也是百科全书类的书籍 中国古代呢 中国古代这类书也很多 大量的叫类书 在一些王朝的盛世 也有国家力量组织编撰一些大规模的全面的知识的书籍 比如永乐大殿 那么要注意永乐大殿这本书是给谁看的 是给皇帝看的对吧 所以永乐大殿这本书 皇帝找了一大堆人编 就写了一本 全是手写的 然后呢 后来说一本不好 再抄一本 所以这本书只有两本 但是规模非常庞大 要好多房间来放这本书 结果呢 两本呢 就一个正本一个副本 今天正本一页都找不到了 有人说被嘉庆皇帝藏到坟里去了 嘉庆皇帝死的时候太喜欢这本书 把永乐大殿买下去了 所以龙龙龙那时候想挖挖那个 即使是留下那个副本 今天留下的 据认为留下的 我们能看到的也只占原书的百分之四 这是维基百科上才说的 大量的都已经要么烧得了 经历了各种战乱 也就是这本书从来没有正式的 什么出版发行 大家可以买到这本书 没有的 就藏在皇宫里的 但是这本书本身的质量 我以后可以讲迪多勒百科 这本书本身的质量高不高呢 应该是不高的 他就是皇帝找了一大堆人 要在学整 像编字典一样的给我编 然后里面的东西就是东抄一点西抄一点 就并不是哪些人全心的我要编撞一卜什么书 不是这样的 这还是有点区别的 但如论如何永恶大典的规模 还是永恶大典的规模相当庞大 如果按照史书记载啊 因为现在我们看不到原书的样子了 不知道他原来这本书到底是什么样子 对吧 那么英文这个词 是Encyclopedia 源于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词 那么原意为全面教育 这个词其实分两部 大概pedia大概是教育 前面是原的意思 缓形的 原的意思 没教育 这个词首先出现在一般文学作品中的记录 建于1532年法国作家这个拉伯雷的巨人战 它里面仍然是教育之一 稍看哈 这都是维基百科上写的啊 1559年有这么一个人 他在巴塞尔出版了一本百科全书或神语世俗学科的知识 首次使用百科全书作为书名 但是这本书《知之者胜场》不是很有名的书 而且它也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 这个百科全书你更理解为全面教育更好一点 因此也有人认为是这个人 他在1630年出版了七卷本简明百科全书 也第一个把百科全书用作了书名 但这个百科全书也是教育的意思 跟我们后来百科全书中文翻译成百科全书的啊 那么我们就要讲迪德罗和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百科全书是怎么来的 是这么一个故事 首先呢 1704年英国有个人叫约翰·哈里斯 编撰出版了通用艺术和科学的英语字典 编写了一本字典 规模不是很大是吧 过了20年 1727年有人英国人叫钱博斯 在上述这本书的基础上呢 编撰出版了两卷本的 叫通用艺术和科学字典 那么这里面用到的这个字 不是Encyclopedia 叫Psychopedia 也是相当于一本字典 规模也不大 好 英国人约翰·米尔斯是个出版商 他准备在1745年他要在法国出版法文版的这个书 所以他就找到了迪多罗这个人 那么迪多罗就负责 迪多罗他要工作 他要养家糊口啊 他就负责翻译这本书 因为翻译了这本书 迪多罗觉得 正是这次翻译过的促成达朗贝尔和迪多罗为首 组织起全法国最优秀的选择 要编撰一本包含全人类全部知识的百个字 迪多罗和达朗贝尔觉得 我们为什么翻译英国的这本书 而且规模很小的 这是一本字典嘛 我们要实现培根、莱布尼兹都有过的一个伟大理想 就是要编撰一部包含全人类全部知识的书 对吧 好 从1750年开始 迪多罗作为主编 倾以毕生之力 克服重重阻力 完成了人类首部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 几十年间 前后近百位当时法国最优秀的学者 为这部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 包括门德斯、福尔泰、卢索、孔特赛等人 这些人构成了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 也被称为百科全书派 那么开始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达朗贝尔和迪多罗这两个人 达朗贝尔这个名字 学理工科的大学生应该非常熟悉这个名字 数学物理说里面经常有什么达朗贝尔原理啊 这些东西提到过 达朗贝尔的母亲叫唐森 这个不是中国的唐森 是当时著名的女文学家 她的父亲是个军官 这两个人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 结果这两个人好上了 唐森就生下了达朗贝尔 但唐森是社会名人啊 不能让人家知道这件事情啊 所以作为一个私生子 因为父母两人的社会地位 母亲生下他以后 就把他抛弃在一个教堂的门口 达朗贝尔的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就是源于这个教堂的名字 达朗贝尔出生相当悲惨 父母虽然是当时的名人 因为父母是名人 他是个私生子 一生出来就被人扔掉了 对吧 他呢就被一个玻璃将 就是一个做玻璃的家庭收养 不过呢不久以后呢 他的爸爸知道了这个婴儿在哪里了 知道这个孩子在哪里 所以呢 他爸爸就秘密致富给这个养他的那个家庭 给他钱 帮我养好这孩子 不能告诉别人 私生子嘛 结果父亲去世的时候呢 遗留给他一笔布小城 他父亲去世的时候 你看1720年去世 达朗贝尔才十来岁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他父亲去世的时候 把这笔财产交给了这个玻璃将的家庭 由此达朗贝尔可以受到比较好的教育 依靠这些财产 达朗贝尔完成了学业 并且成为卓越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他的数学和物理学上的贡献 我就不多讲了 因为这个是 这个已经比较专业了 他已经是 达朗贝尔已经把牛顿的理论搞得简直就是 说通俗的一句话啊 搞得一般的大学生看不懂了 就牛顿的三个定律 到达朗贝尔变成一个微风的那种方程式嘛 就是那种更普遍更通用了就是 另外一个人叫迪德罗 迪德罗呢是出生平民 他的家庭是个刀将给人家做刀的 是天主上的家庭 据说他小时候非常虔诚 立志要当一名修士 16岁那一年呢 他那个做修士的舅舅去世了 本来呢他可以 我用个名字叫顶替嘛 他可以接任 他本来也想去接任他就有这个位置了 结果呢教会选择了别人 所以少年迪德罗呢就当边修士了 结果他就去考大大学 考上了巴黎大学 考上了巴黎大学呢 就从乡下跑到城里了 对吧 进了一个大学以后呢 他就学习到当时最先进的思想 从此改变了人生观 背成了著名的无神论者 迪德罗是有名的无神论者啊 1732年迪德罗获得了巴黎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开始是靠翻译一些英文著作 给人做家庭教室为生 1742年他在咖啡馆偶遇如说 两个人聊了几句以后 立刻成为好朋友 从此以后这几个年轻人 包括后来启明运动的一些人物啊 经常就聚会 这段时间呢 迪德罗思想开始成熟 开始写作一些哲学的文章 这个是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的 讲迪德罗的那个画像 是由这位画家做于1767年 这时候迪德罗已经算一个老年人了啊 我觉得啊 那个时代那些文艺复兴和那些绘画 那些绘画的水 我以前给他介绍伽利人那种像 那种眼神 对吧 我们今天照片永远拍不出这种感觉来 迪德罗 这种手里在写的若有所思 对吧 这种形象是吧 好 那么迪德罗作为一个工作佬 出版上找到他翻译这本书 1745年开始翻译英文的这本书 迪德罗开语参与这件事的时候 只是出于身具考虑 但是书上给出工资仍然不足以糊口 迪德罗不得不写一些小说度人 甚至写一些言轻小说 迪德罗还是个文学家嘛 1749年 迪德罗发表一本书叫《盲人书简》 宣称上帝的存在是虚妄党 由此被逮捕 关入巴士地狱 坐牢了 在监狱中 卢梭和达拉贝尔都来探望他 卢梭这次来到巴黎的巴士地狱探望迪德罗 改变了卢梭自己的人事 因为他前去巴黎的路上 路过了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在墙上贴了一张布告 说我们举办一场作文比赛 卢梭想哎呀我也会写文章呢 我是不是去参加这场作文比赛呢 于是呢 他探视迪德罗和迪德罗说这个想法 迪德罗说好啊 你应该参加这场作文比赛 那么这作文题目是什么 就是科学的发展对人类这个社会 到底有没有什么推动的进步 你要写文章来 迪德罗就告诉卢梭 你不要写科学发展推动人类进步了 你要否定它 那你这篇文章才能出名啊 对吧 结果卢梭就写了这么一本书 就是哎呀 科学发展对人类社会是完全没有进步的 反而起到倒退左右 结果卢梭那篇文章肯定是被人否决了 不能得奖 不符合这个主权力对吧 但是卢梭因此出名了 所以这件事情也改变了卢梭的一生啊 那么福尔泰是有各种关系 通俄关系呢 让迪德罗获得了比较好的环境 几个月时间就释放了 好1750年 他和达朗贝尔开始编撰百科全书 他和达朗贝尔宣布 我们要编撰一部全包含人类全部知识的书 这个呼吁一出来 这个全法国的这些学者啊 都立刻想一想 哎呀太好了 这件事情太伟大了 我们确实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许多著名学者踊跃加入 所以百科全书第一卷就很快顺利出版 是吧 那么达朗贝尔为百科全书卷写了 这幅画也撰写了热情洋溢的许言 宣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 那时候的人的这种激情啊 这幅画比较有名 这是这帮编写百科全书的人进行一次聚会 然后有画家就把他们画下来了 但是没有照相 这里面有男男女女有很多 包括很多知识女性啊 哪个是迪德罗哪个是卢梭 反正是福尔塔 迪德罗、卢梭、达朗贝尔、拉普拉斯 这些人里面都有 具体是哪个是哪个我也不知道 这是一大堆人 这叫做所谓的构成后来所谓的百科全书派 那么这个呢 就是那个时候纸图字 现在都发黄了 就是百科全书第一卷的封面 这个保存在某个图书馆里 法国肯定有保存这种书的地方 对吧 好 那么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以后呢 其中宗教自然法的条目受到批评 尤其是天主教界 由于受到这种压力 1752年法国最高法院宣布查禁百科全书 法国政府派人来到迪德罗家中查查了未出版的稿件 得罪宗教界人士了 这帮人嘛肯定是反对天主教的嘛 对吧 好 说来法国这个社会啊 我们可以看出当事 这个人叫马勒泽布 这个人是当官的 他是法国负责书籍审查的最高级别官员 就他负责去查禁人家书的 他一看这百科全书这么好的一本书 你们把它查禁了是吧 把手稿都查上是吧 他就把查上的全部稿件藏在自己家里 你看 所以说明白这意思吧 他把这些书全部保护了起来 他作为查禁书的最高官员啊 他把这些书全部保护了 他自己也是个贵族 马勒泽布本人一方面是政府的高官 同时也是职务学家 也是启门时代重要的人物之一 对吧马勒泽布 那么法国大 顺便说一下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马勒泽布是死在罗伯斯皮尔刀下的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呢 马勒泽布年事已高 而且不在法国国内 本来他是安全的 他不会被杀的 1793年听说要审判路易十六 72岁高龄的马勒泽布 依然决定返回法国 替路易十六做不可能成功的无罪别人 路易十六是国王 但是也是公民啊 你们要派他死刑 为什么 他到底触犯了哪条法律是要派死刑的 所以马勒泽布应用的返回法国 72岁了很不容易的 而且他知道返回法国 他自己性命就不保了 他不管他说我要做这件事 于是他就返回了法国 替路易十六做不可能成功的辩护 当然他也没有能力救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还被杀掉了 第二年他本人也被罗贝斯皮尔送上了 罗贝斯皮尔就说了 这个马勒泽布是国王的走狗 这时候想到来护主了 说是这种人这种奉戒余孽肯定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这些人啊 其实真的是很有激情 像马勒泽布这种人 他人生就几件大事情 第一件他保护了百科全书的手稿 最后他还为路易十六把自己命都打上了 坚持了自己的原则 讲到他保护这个百科全书未出版的稿件 你可以想想法国当时负责查违禁书的人 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那些查禁的那些书怎么查 怎么禁得了那些书 你们想想看 有的时候想想我们今天中国封那些网的那些人啊 假如有人听我这个讲的 你们自己摸着自己的良心啊 查禁的书的封网的 像马勒字部好好学习一下 人家可是有原则有思想的人 好 查禁百科全书以后呢 过了几年风声就淡了 有大臣就向路易十四建议 认为编撰这道百科全书呢 这是法国家的荣誉啊 这是啊 对吧 当时还是路易十五啊 路易十五一听 有道理 包括马勒字部这样的人 肯定跟路易十五说的 这么好 这么重要的一本书 要把人类全部混在一起 这种书编出来的是我们法国的荣誉啊 对吧 还有一个故事 说路易十五还有路易十五的那个情妇叫彭巴都夫人 反正那帮贵族在一起打牌聊天 突然有人问这个我们平时这个炮弹里的火药 火药是什么做的 你们知道不知道 这牌桌上所有的人都愣了都不知道 这时候有个仆人 这国王有个仆人嘛 飞奔的跑到国王的书房里 拿来了这本百科全书 说找到火药这道条目 里面就有火药怎么做的 全都写得清楚了 然后呢路易十五拿开百科全书底线 一看一看 这什么都有嘛 这么好的一本书 好 所以呢就开进 马洛曾母呢就把自己保持的书稿 返回给迪多罗得意继续工作 但是此后又有很多几次反复 出版了几卷 马上又遭到反对 又查经 查经以后呢过两年又松了 又放开 而且由于经历了各种方法的 特别还有一点 就是这帮百科全书卖的人之间啊 互相观点都不一样 达朗贝尔后来跟卢索也炒饭了 不不 迪多罗跟达朗贝尔后来也炒饭了 卢索跟迪多罗也炒饭了 这帮人 卢索跟弗尔泰简直成了死敌了 这帮人自己就炒成这样 所以迪多罗 他要把这些人 把这些东西条目能够全都编出这本书来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迪多罗自认主编 承受各种压力 有时甚至是秘密的 因为查查了以后他只能秘密工作嘛 秘密的继续进行这些伟大的工作 但是他相同经常有各种争吵 迪多罗后来呢也与卢索反目 而且你要知道 一开始大家都啊呀 变百科全书 迪多罗像英雄一样 后来很不容易的 迪多罗自己的生活都很困难 对吧 那么为了维持成绩 迪多罗也撰写过一些时尚的小说 戏剧以及一些哲学作品 他要卖一些书来赚钱嘛 戏剧作品嘛就是上演一些戏剧 他也能靠这个赚钱 来维持他这个继续变百科全书这个工作 真的很不容易啊 那么除了百科全书一些 迪多罗还是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作品 比如说《纳摩的侄子》 还有《达朗贝尔之梦》这些 也算迪多罗一些名作 那么这都是哲学作品 但是与其说哲学作品呢 还是哩哩哩哩小说比较好 说哲学小说比较好 《达朗贝尔之梦》 《纳摩的侄子》是怎么回事呢 《纳摩》是个音乐家 真有这么一个人 法国有这么一个人 《达朗贝尔之梦》没这个人 《达朗贝尔之梦》是神经病 疯疯癫癫癫乱甲一同 《达朗贝尔之梦》 《达朗贝尔之梦》代表一个正经的人 《达朗贝尔之梦》代表一个社会底层的人 《达朗贝尔之梦》代表一个社会底层的人 他们有一个对话 这么一篇哲学小说 《达朗贝尔之梦》呢 这篇东西很有意思 《达朗贝尔之梦》呢 你居然这么邪我 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年《达朗贝尔生病》了 《达朗贝尔生病》了 这是真的 真的发生过 《达朗贝尔之梦》去看他了 他们两个毕竟还是朋友嘛 看他的时候 两个人又为了哲学问题开始讨论了 讨论之句话不投机 结束了《达朗贝尔之梦》 《达朗贝尔之梦》 走了以后呢 据说《达朗贝尔之梦》又发了好几天烧 有的时候神志也不清楚 反正最后也好过来了 好过来以后 他就听说 这个《达朗贝尔之梦》 《达朗贝尔之梦》 然后《达朗贝尔之梦》 你写我做梦 《达朗贝尔之梦》拿来看 这是一部小说 《达朗贝尔之梦》走了以后 《达朗贝尔之梦》不是生病了嘛 躺在那边嘛 说梦话 说各种梦话 《达朗贝尔之梦》一生其实没结婚 他有个情妇的 就是有个女的 一直跟达朗贝尔生活在 你看达朗贝尔变成这样 赶快请个医生来 医生就来了 医生来了以后 那个女的呢 那个女的就告诉医生 达朗贝尔已经变成这样了 躺在那边说梦话 那医生说他说什么呢 他一会儿说 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 宇宙怎么样 这个天体怎么样 医生一说 这不是乱说啊 这在讲真理啊 我得赶快把它记下来啊 然后这本书就一会儿达朗贝尔不说 一会儿讲达朗贝尔说 哎呀这个神是怎么样 我靠就这么一篇 就这本书你就看梦 所以这个书不是严格的哲学书 蛮难看懂的 因为它动一段细一段 一会儿嘛这个女孩子急了 哎呀达朗贝尔不行了怎么怎么的 一会儿嘛 医生很淡定 这达朗贝尔讲的话都是真理 然后这个书一发表以后呢 大概当时还是真的是卖钱的这个书 就是说迪德罗肯定是赚钱了 把达朗贝尔给气死了 你写迪德罗之梦 明明是你迪德罗说的话 不是我说这些话 梦话都是你迪德罗说的 这么一本小说啊 哲学小说嘛 好 那么后半期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 就是俄罗斯的女沙皇伊卡吉利纳大帝 俄罗斯虽然是比较落后的国家 这个伊卡吉利纳大帝啊 就跟那个普鲁士的维列一样 跟弗尔才写封信 一听说迪德罗在编百课全书 答应迪德罗给他钱给你钱 迪德罗不是穷吗 没钱吗 那就接受了这个俄罗斯沙皇的钱 为此迪德罗不得不于1773年前往圣彼得堡 到1774年才返回巴黎 迪德罗去巴黎去俄罗斯的时候 他可自以为自己是柏拉图苏格拉底人 什么国家请我去 我是圣人啊 就是自以为这样的人物去的啊 然后呢说迪德罗到了摄彼得堡以后 这个女沙皇就吵架 女沙皇这种观点吧 肯定还是比较落后的 据说啊 这迪德罗一激动就拍人家大腿 拍皇帝的腿 拍那个叶喊 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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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 腿都给他拍肿了 最后没办法 跟他说话的时候放上桌子 你在那边说别过来 据说真的这个故事啊 这个故事 当然迪德罗的身体也不太好 那么一期时间返回巴黎 1772年百科拳兽第一版终于出起 共计17卷插图11卷 此后有正补多卷 到1780年再版时已经达到了总共35卷 到1780年迪德罗应兵去世 整个一生就是最伟大的工作 就出版了这么一套百科拳书 那么迪德罗一生的努力 成就了人类现在意义上的第一套百科拳书 那么也是他自己得以名水清水 那么这套百科拳书其实是有很多缺点的 我们现代人看的这套百科拳书 先不想杀里面的那些东西过时了 这肯定的 科学已经发展成这样 对吧 他那个时候科学跟现在很不一样 因为它是启蒙运动时代的著作 百科拳书我们现在百科拳书有一个要求就是观点中立 尊重各方的观点 迪德罗不是的 他有他的观点 所以会有很多人反对他 而且他还喜欢写评论 比如说天主教是什么 他会把人家给骂一顿 天主教当然有 今天我们如果编百科拳书 各种宗教各种观点 我们应该平等的去看他 对吧 迪德罗那个时代人不是这样的 他认为他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好 迪德罗百科拳书后面是这个 此后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也开始编上百科拳书 比较著名的 比如说有大不列队百科拳书啊 还有钱波斯百科拳书 这个钱波斯百科拳书 与之前的那个钱波斯没有关系 另外一个也叫钱波斯的人 成立了一个出版社 英国的 成立了一个出版社 专门编专了到钱波斯百科拳书 编撰一套百科拳书 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无力 一些后法的国家往往运用国家的力量 比如说苏联 苏联既然成立了 我们苏联应该不比英国法国落后吧 我们也要编上百科拳书 所以苏联在1923年到1947年花了20年 你国家的力量啊 都用国家的力量编撰了这个苏联大百科拳书 中国也是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中国中科院恢复了 我们中国为什么没有百科拳书 我们中国也要编一套 所以从1978年到1993年也花了十几年时间编撰了中国大百科拳书 内容庞大 总计73卷分学科 它是分学科的 不是第一版啊 中国大百科拳书大概出了两版 第一版是分学科的 就是历史 有一本历史的百科拳书 中国历史 反正我觉得中国历史三大卷 这一本书都比我们普通的笔记本电脑要汇很多 我家里我能够购得了十几卷 但是这个书的质量其实有一些问题的 我以前大量参考这套百科拳 后来我发现很多地方质量上还有问题 比如说艺名的统一问题 外国人的艺名 至少在你一套书里面应该统一吧 他有的时候做不到 不知道为什么做不到 那么我很自豪 我有一套这套分开的什么微经济百科拳书 我有这么一套 全英语的 我在大学毕业以后攒钱买的 那时候中国也不是像正版的还是盗版的 反正外门书店有卖的 买了一大箱 放在书柜里面 很漂亮 买完以后没多久 有电脑了 发现有卖盗版光盘的 就是微软的这个英卡塔百科拳书 一张光盘就够了 我打开一看 这里面的条目怎么我这么眼熟呢 原来我买的这套纸致的书 被微软收购了 变成微软的电子版本一个百科拳书 这个这个 反正 因为我当时看了也眼熟嘛 我想这个这个 微软的这个百科拳书 这里面条目我怎么都 好像这些文字都念到过呢 对吧 那么这些书现在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了 因为现在有互联网了 互联网百科拳书 那么其实就要介绍一下维基百科了 互联网出现以后呢 很快有人尝试把百科拳书放到网上 开始的时候呢 是一些现成的百科拳书 并且有些还要收费 直到今天中国大百科拳书 网上那个查阅好像还是要收费的 好像是 因为百科拳书 中国大百科拳书去买的话肯定要收费吧 对不对 这肯追成吧 好 那么讲一讲文基百科 1996年的时候有这个人 吉米威尔斯呢 组织起一些人成立一家名叫这个的互联网内容公司 通过广告赚钱 它是互联网内容公司 对吧 好 2000年公司投资准备建设一个在线百科拳书 取名为这个努皮迪亚 做法仍然是寻找大学专家来避写条目 2001年1月15日设立维基百科 起先的目的是通过互联网收集条目 经整理后归入努皮迪亚 不过后来这家公司经营越来越困难 他们一开始想法其实很简单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就是说有一个开放的平台 大家都可以写 然后呢它经过整理变成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百科拳书 然后呢上面放广告 对吧 互联网公司对吧 就这样 放广告通过这个办法来赚钱 后来发现这个根本赚不了钱 而且但是维基百科本身很成功 所以呢 2013年6月他们所成立了那个维基媒体基金会 就是有人捐钱 来维持这个维基百科 那么维基百科也脱离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本身也没了 成为自由开放的平台 那么努皮迪亚本身也关闭了 那么今天维基百科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百科拳书 也就是世界第五大的网站 我不知道很多人 反正你马路上随便一个中国人 你问他听说过维基百科 肯定都没听说过 这是因为中国大陆把这个已经封掉了 把世界上最大的一本百科拳书给封锁住了 我觉得封锁这些东西的人要去学习马勒泽布 今天我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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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